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杨栋梓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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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梓 欢迎收看无线7点半一小时新闻 我是彭建华 今晚的主要新闻有 元朗电纜桥星期二伙警司委 终电话 完成重新铺设第一组高压电纜 并已经通电 陈国基和曾国慧确诊 有获邀出席回归周年庆典的人相信 个别官员确诊不影响庆典 新增1860宗确诊 屯门海港首家群组再扩大 长生内容 元朗电纜桥星期二大火 导致新界西北部大停电 终电话已经完成 重新铺设第一组高压电纜工作 凌晨三点经已通电 有工程师相信 日后重建电纜桥会专用更防火物料 同家设置动灭火系统 防止同类的火警发生 内藏三条电纜的电纜桥 焚围三日之后仍然圆风不动 为了加强区内电网供电的能力 并且提高稳定性 终电连入派人重新铺设电纜 首组电纜已经完成 并且在凌晨三点重新通电 终电话目标争取最迟下个星期二 完成铺设和剩下两组电纜的通电 沿着栏杆铺设的就是新的132千伏电纜 属于高压电纜 现时沿着电纜桥队出公园露博过河 没有事就不担心 有事就担心 现在发现有些危险性 会走远一点 这些是大电纜 又不是核电的东西是电纜 这些是很少的东西 我相信绝对不影响 我觉得真的不影响 他们这些中华电的公司 会知道怎样搞的 在这个时候放在地面 其实那个临时性质是存在的 那当然了 变成了我们一般的行人 就不应该接近它 它现在是将那些电纜 用沙包临着 盖住了它 其实就是防止有人接触到 或者真的有抢火 就不会直接消到人 这个位置原本是休戏区 但是现在铺了老天的电纜 在这里 整个位置都用围包围着了 市民不可以进去休息 由工程师估计 考虑到路权的问题 中电较大机会原子重建电纜桥 相信到时会转用更加防火的物料 和加设自动灭火系统 避免发生同类的火警 以前你说 如果你去到132kV 你一定要用Oil Filder Cable Oil Filder Cable 始终它有油 就有油 所以防火一定会变得更差 现在即使比较确实的 确实的确实 都应该可以做到高一点的电压 的情况 近一些化学品来阻隔氧气 因为你一阻隔氧气 它就会停止火 元朗区昨晚又再短暂停电 他相信随着新电烂博好 供电量会陆续回升 电力也会变得更加稳定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 校友政务司司长的陈国基 同会留任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曾国伟 下宣检阳性 有获邀出席七一回归25周年庆典的 政界人士相信 只有个别官员确诊 对庆典不会造成影响 距离七一只有一星期 后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贵确诊 外界关注会不会影响回归周年庆典 和新一届政府的宣誓仪式 继续有获邀出席庆祝活动的政界人士 到礼顿山检测站彩阳 包括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 和战船国人大常委范徐黎泰等 如果数目不是太多的 应该都不至于影响庆典的 最重要就是确保庆典那天的安排 能够做到参与庆典的人里面都受到保护 我不担心的 因为现在政府官员都是隔离自己 我其实由今个礼拜初开始 已经取消了我所有的养会 政府总部西役的专用彩影站 也都继续开放 行政准观林郑月娥 多个官员和立法会议员到场检测 后任行会成员吴秋北说 如果有人因病缺席宣誓仪式 相信可以后保 根据宣誓及声明条例 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 需要在中央政府的代表 或者获中央政府授权的监制人前作出誓言 司法人员和行会成员 就只需要向特首或者他的授权监制人宣誓 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认为 领导人仍然有机会来港 但要视乎疫情最新变化 即使未能够来港 亦都会发表网上讲话 这是一个最好总结25年一国两制的一个机会 我相信它是一个很有指导性的 对香港很重要的一个港湾 如果任职业来不了 那你都是中央官员来的 但是中央官员就不要去到一个最高隔壁 两个官员是感应到 这一点一定是令中央的想法多重的顧慮 他认为如果官员未能宣誓 按照宪法未能真正履行职责 另外国网官员宣誓会由政务司司长带领 叶国谦说如果陈国基未能出席 有机会由财政司司长陈某波代为带领 母亲烈士记者扎瑞文姆多 候任行政长官李家超 下个月6日将会第一次到立法会出席大文会 大文会早上9点半开始 大约个半钟 会是李家超第一次以特首身份回应议员的质询 同日的立法会大会将会紧接大文会之后开始 本港新增1860宗新冠病毒个案 屯门海港酒家群组再扩大 屯门卓宇广场海港酒家再多7个食客确诊 另外有3个密切接触者也都染疫 群组至今有37人受感染 当局翻查疫苗通行症记录 确定上星期四夜晚有270多人光顺 而星期四拿到的19个环境样本都是阴性 有4间安务院的院友或职员需要撤离或检疫 包括早前出现确诊个案的富泰护理安务院 累计12宗 有一个染疫院又怀疑带BA点2.1、2.1 其余三间是东华三院方黄换替安务院 奇康会何善行夫人径路院和丛陵雅院 学校新增199中阳性情报 其中性工会在白药汉会督中学4师班 过去两个星期累计三人染疫 那一班要庭面授课一个星期 尺处性事提反书院宿舍增加到10人确诊 全弯性放置中学男球队多一宗个案 累计12宗 一个49岁冠中巴士司机负责接送检疫人士 怀疑带有BA点2.1、2.1 他住在元朗新围村 在星期二的定期检测呈阳盛 他在工作期间有着到保护装备 当局估计可能在更换装备 或者接触检疫人士的时候受到感染 依贡局说 虽然最近确诊入院的人数轻微上升 但是严重和危残的个案并没有飙升 星期四没有新增死亡个案 第五波疫情维持9185人死亡 无视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澳门今波疫情累计170宗个案 第二梁传民强制核酸检测 将会在今晚5夜结束 截至下午3点 第八成四人完成检测 由駐澳门记者黄慧之报道 澳门确诊数字不断上升 卫生局公布 除了之前公布的5个群组之外 再新增一个群组 是救密商场四季名店的员工更衣室 连同健身会的群组都未找到源头 当局相信所养群组很大机会 只有一个源头 看到这个病毒的传染性是非常非常强 另外也是很多的一个病例 一感染都是全家人陆续都会被感染 所以在这里也是呼吁市民 真的在这段时间 一定要做好个人的一个防护设计 一定要戴好我们的口罩 和保持我们相受的一个清洁 食肆金堂食 戏院、酒吧等娱乐场所也都关闭 市面人流減少 观亚街很多的商店都没有开门 大家躲在家 人家算没什么人 我天天拜佛 快点好婚啊菩萨 我们这个艾文可以帮到什么呢 而且我90岁 人家帮我 都不怕 因为我看到有第二次全民检察 我会很快去排除 应该有问题的人出来 我会有信心 没问题 我见到今次政府 无论行动都很迅速 都是有送用的机制 去做防范 和处理的 金龄传门抢检会进行到今晚凌晨12点 当局说会争取星期六早上得出全部的结果 而目前当局是发现有样本情阳性的 现成是进行单样覆检 强检结束之后 还未做检测的人 健康马会转为皇马 可能会被拒绝进入公共场所 不能够搭公共交通工具和离境 和由警察送到指定地点做检测 直至有阴性结果才能够离开 无线电视驻澳门记者王慧之报导 稍后回来会报导 珍博海鲜房在南海傾覆 有工程师说 木製的海鲜房即使能够打牢上来 都难以保持原貌 中国驻澳洲大事肖千 就中澳关系演说期间 多次遭到抗议人士打断 回来新闻时间 珍博海鲜房在南海傾覆 海市处时间近五日 先收到船东的书面报告 有业界说 意外之后拖船船长应该立即联络海市处 有工程师说 木製的海鲜房即使打牢上来 都难以保持原貌 珍博海鲜房是港人的集体回忆 还有星期二离开香港之后四日 写到去南海西沙群岛附近 水域的时候发生意外 负责营运的香港仔饮食集团 星期日说海鲜房全面入水反转 事发的地点水深超过一千米 进行打牢工程非常困难 海市处第二日说未获船东通知 意外之后第五日 海市处收到船东经代理人的书面报告 说事发当日 海鲜房遇上恶劣天气傾覆 但未有提到海鲜房的最新状况 根据《商船安全条例》第369章 如果船发生意外 船东或船长需要尽快向海市处提交报告 亦不可迟过抵达港口的24小时后 有船长说发生意外的时候 拖船长应该立即直接向海市处回报 一般正常就是要由船上主动去通知海市处 通知了大家建立了一个沟通渠道 而现场来说第一时间 你船长是最清楚的 岸上你船中也好海市处也好 他都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 是靠你报的 你不报当然违律了 你如果超过时间报你都不对 就是违反了海市法例 但工程师相信海鲜房已经彻底反转 要至少三只五百吨以上的吊船 才有机会吊起海鲜房 以来费用至少二千万 又说就算能够打捞 海鲜房也会面目全非 如果你要反正这条船 都有很大很大的问题 首先你就要在平面 去用一些器材 将它打气进去 升降着船 让它不要再向下走 接着有机会 就可能将重的物件 在水底的物件 比如那个八角艇 首先割走了它 令到它轻了 你把船用大吊左右 吊回上来 就容易一些 原貌就很难保护 你能够保护它 有七成都已经很开心 整沉海鲜房又是否可行 工程师说涉及水域属权的问题 需要向所属政府申请 又说海鲜房要彻底沉没 才能够确保航运安全 武士电视记者 刘俊玉部 佐敦到船国文苑楼外场出现裂痕 有结构工程师指楼 越有轻微的下聚 但并不是危楼 无需即时疏散居民 有政党要求当局加强长查旧楼 防止意外发生 出现裂痕的是 佐敦文苑楼前座 一个低层单位的外场 横跨两边墙身 在商铺楼上都见到 长长的裂痕 騎楼下底石士抹落 摄氏的单位没有人住 天花钢筋外露 门口外贴了屋宇柱的告示 说未能够联络屋主 警方曾经到场调查 要有点害怕 说真的 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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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人们都不敢走那里 所以肯定很大应用 那我们这些怎么办 业主有没有和我们谈过这方面的问题 没有 有五十多年历史的文苑楼 是文华新村八文楼之一 翻查网上的街景记录 列痕组在2009年开始出现 有结构工程师事实之后 说严谤有轻微下聚 但现在有资深家承托 没有即时危险 例如他的楼板曾经超载 又或者他那个钢筋 在根部尤其是 有一些瘦食了 瘦食了的时候 他那个真正的钢筋的面积 那个横截面的面积 就少了 所以他就见了 少于他当时设计的强度 也都会导致他下聚 原备式这一部分 最大的后果 如果没有装顶 没有东西维护 有机会整个跌下来 我们发现这两条 由大厦居民和业主立案法团 合资兴建的资生架 已经有点倾斜 也有点离地 经文联就说去年7月已经收到求助 认为事件局的油旺研究重建计划 间接令到业主拖延维修 现在的状况是怎样 你想着这栋大厦就快会收购 这八栋大厦这个区 你当然不会整它 不会医它 明知明年都收了 我还花几百万去做 屋宇处就说 已经在今年1月发出修策命令 今日安排了承建商 为单位露台加装临时支撑 若果业主未有在指定时间里面维修 会派人做有关的工程 并且收回费用 无线电视记者中卓希报导 转天回来还会报导 内地近期多地陆续取消 常态化核酸检测 导致蔡英元功过于求 回来新闻时间 内地新冠疫情反风 一度令到核酸采养的需求急增 但近期多地陆续取消常态化核酸检测 令采养员功过于求 内地早前对核酸采养的需求急增加 有报道说采养员的日生 可以超过一千元人民币 吸引不少人参加相关培训 不过自国务院月初说核酸检测不应该常态化之后 采养员就突然间变成功过于求 有上海传媒报道 当地虽然建立了二万个十五分钟核酸采养圈 但随着人手过剩 只是参加培训 又没有医护资格的采养员 就无人问津 至于疫情方面 内蒙古单日新增中数最多有14宗 而北京和上海就各新增3宗 深圳就再多5宗病例 即日喜市民搭公共交通 都要出示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另外科卿制约公布 公司参与开发的新冠小分子口服药 已经获批开展临床试验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宜报道 内地近年加快推进通讯网络建设 三年前实现5G商用之后 首度有电信箱公布6G网络架构设计 并计划在2030年实现商用 公信部上个月公布 全国已建成超过161万个5G机站 而十四五规划 除了要求推动5G商用部署和规模应用 也都提出加强支援研发下一代的 6G流动通讯技术 内地三大电信箱之一的中国移动 日前发布6G网络架构技术白皮书 是业界首次有系统发布6G网络的形式 功能划分等的内容 构建出一个空天地一体智慧内生 安全内生绿色低碳的网络 以及连接计算AI也就是人工智能等综合能力一体化服务 专家说6G技术仍然处于前期研发的阶段 相信到2023、2024年才开始制定标准化需求 按照流动通讯技术每10年左右更生一代的规律 6G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 亦都有专家说 现有的通讯网络信号 未能完全覆盖偏缘地区、海洋等的区域 而6G网络可以透过卫星实现海绿空一体化 满足未来全式通讯、元宇宙等的新型应用需求 无线电视记者陈树仪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多项人事变动 其中赵克志避免去公安部部长职务 由黄小红接替出任 64岁的黄小红曾任职福建、河南和北京等地的公安机关 自2016年出任公安部副部长 两年后任职公安部党委副书记 和主观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自去年接替赵克志出任公安部党委书记 人大常委会也公布曾任职中联办主任的黄志民和彭清华 分别领生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和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美术作品展在北京开幕 一共展出116件内地和港澳美术家的作品 驻北京记者賴啟新报道 这个以北麦丹清潰湾区 流光日彩或未来为主题的展览 星期五下就在国家博物馆举行开幕式 中国民联、国务院港澳办、国家博物馆 和中国美贤等都有派员出席 港澳办副主任黄灵桂说 作品展示了香港玫瑰25年以来的成就 而中国民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张宏 就认为作品展现了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关系 突出展现香港自回归以来 在一国两制方针使用下 经济、文化、社会和民生 各领域取得的长足发展 展示香港的繁荣进步 与祖国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美协主席范迪安说 内地和港澳美术家将会继续携手同行 创作更多优秀的作品 今次展览一共展出116件 分别由内地和港澳美术家创作的作品 免费向公众开放 由作品展示香港经济发展成就 也有作品反映疫情之下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等 画展除了展出画作之外 也有多个雕塑品 其中这个云吞面 就是为香港人的生活写照 坐着一大排档食云吞面 北京的展览会在7月2日结束 之后会在香港、澳门和深圳等地 巡回展出 无线电视组北京记者来继生报道 转看金融行情 恒生指数 今日收射报 21,789点升445点 全日总成交1,484亿 欧洲故事 伦敦富士100指数 升183点 巴黎Cat指数 升134点 德国Dex指数 升135点 下一次还会报道 放雪櫃的假野菜 会不会产生可以致癌的压销酸炎呢? 等会说 欧盟方会通过 给予福克兰 欧盟候选国地位 来到最后一节新闻 不少人担心吃假野菜影响健康 城安中心研究发现 煮熟的蔬菜放在雪櫃三天 才会有少量有害物质亚烧酸炎 认为菜只要及时雪藏 假野菜都适宜食用 今晚吃什么菜 蔬菜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是不少家庭的选择 但是吃不完 市民会怎样做呢? 留下雪櫃 留下翌日吃 又可以留下樓 听说如果菜的话 就不太好 就因为如果菜留隔夜的话 听说 给了化学作用的话 对身体是有害的 坊间一直流传 市民说煮熟的菜放在雪櫃一晚 亚烧酸炎的含量会迅速增加 而这种物质会间接致癌 不过食安中心的研究 就推翻这个说法 中心分别以白萨和快炒 烹煮五种市民尝食的蔬菜 再将菜分成两组 一组放在室温 另一组放在摄氏0至4度 并且在烹煮前后和烹煮后的特定时间 检测亚烧酸炎的含量 结果发现 煮熟的菜放在室温12个钟后 亚烧酸炎的含量就开始上升 但放在雪櫃就在72小时后 才开始有微量的亚烧酸炎 细菌的活跃程度 就和你储存食物的温度有关 温度越低 细菌就越不活跃 也都会令到 越少的亚烧酸炎混成 如果在冷冻的温度之下 就是刚才我说的0至4度 就会抑制到细菌的滋生 也会降低细菌的活跃 而相对之下 在室温之下 那些细菌的生长速度会比较快 也很活跃 而我们的研究也看到 在室温之下 存放的熟菜 在12小时后 就开始检出少量的亚烧酸炎 食安中心说 现有科学数据 未能证明 在饮食中 涉入亚烧酸炎 和人类患癌有关 但也建议市民 应该在烹煮后 两个钟内 就将蔬菜放入冰箱 进食前要徹底翻炎 如果放在室温超过4个钟 就不应该再吃 如果市民是特意煮多些 打算留隔夜 中心就建议要先夹起部分 放入冰箱 减少细菌滋生 无线电视机者 林俊谦 蔡卖会跑马地会所 今天开始关闭5日 蔡卖会说 隔于跑马地会所近日 六得员工阳性个案 数字上升 决定暂时关闭跑马地会所5日 即时生效 跑马地会所在重新开放之前 全部员工都需要进行核酸检测 并除得阴性结果 而会所当值的员工 需要按既定的政策 在上班之前进行测试 台湾新增超过4万5千宗本地个案 再多152人死亡 全台22个院士 单日新增个案都回落至7千宗以下 但台中和高雄仍然有6千多宗 而新增的死亡个案 有两个人未满20岁 其中一个患有罕见疾病的12岁男生 星期二出现头痛 回学校后昏迷 经抢救后不治 他的遗体期后厌出新冠病毒 但暂时未确认是否与死因有关 另外当局宣布即日开始 医院有条件开放探病 访客每日需要在固定的时段探病 并提供当日的抗原快速测试阴性证明 而每次最多两个人探病 台湾发现第一宗喉斗输入病例 台南市政府通报一个25岁男人 上星期四由德国回到台湾之后 今个星期一出现发烧喉咙痛 身体出红疹等症状 经多项检查之后确定感染喉斗 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 7点半新闻报道完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